大家好,阿菲 我是Bobby 我們今天又來Podcast 我們回來了 因為Bobby有幾個朋友說,很想聽我們說 那就說吧 說吧 本身是在休養,就說吧 說吧 那我們今天又說什麼 又說香港人不想消費 之前消委會就說,很多香港人在聖誕 或者是新年,31日元旦那些時間 人們放假,經常回大陸去玩,消費 但破了紀錄,香港有110萬人好像出了境 對 為什麼現在這麼去陷 因為最近好像有個三母超市 然後12日又開了一個Costco 其實這些三母在澳洲好像是沒有的 沒有的 但澳洲有 英文就叫做Sams Group 對,還是Sams Club 我們是沒聽過 但它跟Costco是很相似的 一個很大的 貨倉批發賣物 又不是批發 不過賣物大量一點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香港市民會特地去深圳買 因為我們去親Costco 好像我們在澳洲 其實我們都買很少東西 因為它每一次的包裝都是很大的 如果我買這麼大份量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吃完 例如我想買一個Muffin 我想吃一粒、兩粒 我一買就要買六粒 不止,有些多,有些12 如果我買六粒 就當作是8元 但我加了兩元 我可以買12粒 所以很多人都會買12粒 平均翻開是比較划算的 但你想想 好像我跟Bobby 只有兩個人的家庭 有什麼可能會吃到這麼多 12粒,很大塊 要不你帶上班和他們分享 或者給親戚一起分享 家人這樣 那你就會心想 嘩,這麼划算 但其實他們一早已經吃了你水 那怎樣吃法呢 就是你進入Costco之前 進入門前 你就要加入他們的會員 對 我們好像是給了60元 兩個人 對 它是有一張主卡 然後還有一張附屬卡 每一張卡好像可以帶兩個人 好像是 然後那張卡是全購通行的 Costco是全購的 可以拿著澳洲那張Costco 去深圳那間Costco也可以 去英國、微國也可以 對 所以我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香港人好像瘋了 平時在香港消費 超市那些其實很方便 你也不需要那麼多 你家裡又不是大 你買那麼大量的東西回香港做什麼 最後又浪費了 或者裡面也有些牌子 是自己自己精心挑選的 是的 例如也有自己的品牌 叫做Kirkland 在Costco 是的 這個品牌他們就是信心的保證 就是告訴你這些是 Premium的產品 但是可以在便宜一點的價錢來買 他們篩選過的 然後才可以入到Kirkland這個牌子 沒錯 其實我自己會 因為我去過Costco 所以我覺得Costco的品質OK 但是三母的品質怎樣 現在在網上出現了一個三母縱伏群組 消費會去年就說接到六宗內地消費的投訴 他們就說其實有個投訴儀線 你們是可以打的 一會兒我跟大家說 現在那些人不想消費 對啦 那熱潮是沒有退減的 你看到現在的人都總是狂上去 那繼深圳有一個三母超市之後 也有一個大型的超市叫做Costco 12號在深圳開了 那香港人在深圳大超市買到一些便宜的東西 美的東西 當然是開心的 但是最近呢 就有人在Facebook開了一個 三母縱伏分享group 吸引到4.5萬人加入 有些庫主就在那裡分享 就是說我在裡面買了什麼奇怪的東西 那如果你在內地消費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那怎樣可以維護你自己的權益呢 那香港消費的委員會就說 如果你是想投訴的 是關於一些 例如電子產品啊 買車位物業這些都可以 嘩 以前好像沒有聽過 嘩 爛尾樓那些 沒有人理的 真還是假 嘩買車買樓都可以 他說如果是經旅行社安排 在內地指定購物點消費之後遇到問題 可以先聯絡那個旅行社 那如果地點是深圳的話 就可以打給這個深圳市的消委會粵宇專籍 熱線是966315去尋求協助 對 等等我正在消費 對 怎樣 在超市 你當作孤樓寡物 是 在超市都可以買到樓 不是不是不是 應該是 整體來說 如果你是買樓那些都有問題的話 是可以打電話找他們的 喔明白 OK 喔不是在超市買樓 喔 sorry 其實我真的覺得不太明白 如果我是在香港住的 我真的不會無緣無故 山場遊水園 故意去這些大超市買 對 如果買了一些質量不好 難道我又山場水園 又進去又再推火 你進去也要先加入 對 現在就是有些旅行社跟你說 我一條龍服務 你看 重本包二人一張一年的會食 會員卡 3號超市2日純玩 429元plus 哇 明白 對 就說是深圳超市數貨團 喔 不過我覺得這些是紳士坑 記得以前 未來九年社會運動之前 人們都很喜歡上深圳 喝起茶 然後去那個 什麼合馬 合馬超市是不是 阿里巴巴那個 我不知道沒聽過 我去過 就是它有 真的很有趣的 裡面有很多東西很有趣的 但就沒有這個3號超市那麼大 我就知道真功夫和星巴倫 咦星巴倫這些 還有紐巴倫 這個又說自己是真的 隔壁又說自己是真的 提防假冒 假的又說自己是真的 又說人家是假的 然後有周六福 對 然後有周六福 周大福 東門町 東門町 但是這尾就沒有了 有印象 在深圳那時候 對 東門町 不是西門町 OK 對了 我現在腦子還是停留在19年前 可能回深圳玩的那些景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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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有個朋友 前陣子澳洲都說他在香港沒什麼消費 反而一回深圳大陸的時候就消費很多 他在香港五天上班 上班都是自帶飯盒的 下班最後星期五那天就花了幾千元 現在香港人的消費模式是有點變了 我們可以開到一條影片講一講我們上次回香港的所見所聞 總之我覺得在香港的消費就很貴 他們都覺得不值得 我吃的東西又不是非常美 服務又沒有什麼服務 為什麼要責任我這麼貴 我喝茶幾個點心都很足夠 真的不敢喊 不如我用那幾個水回去吃 回去玩 但我自己有一點關心 為什麼我自己不太喜歡回香港 一來就是很累 又要坐車 又要走很遠 二來就是我覺得食物品質那些 我不知道 經常在大陸的東西好像加了很多化學劑 不知道的那些安全 雖然香港未必都很安全健康的食物 但我覺得香港最多好像是放一些美精不健康 但大陸不知道那些紅油那些 我印象不太好 現在已經拆了一碟 很難說 三母種服那裡 先說一下他們有什麼經驗 大部分網民就是覺得食物的味道 味質的問題 有些人又買了一些護墊 衛生護墊 女生用的那些 他們就說為什麼中間的吸水棉全部側在一邊 不是在中間的 那麼多品牌都沒試過有這麼差 這些品牌都放在底線上 可以可以 真的太誇張了 然後他就說明明我買了一盒很漂亮的草莓 前面真的很漂亮 有紅色的 超漂亮又有光澤 但一轉去後面為什麼又有白色 然後又青青的 真的很搞笑 正所謂反轉豬土就是屎 反轉豬土就是另一個顏色 說到深圳的Costco 開幕第二天 十三號 也是首個週末 看到有超多人 好像香港人不是很多 主要是暫時回到深圳住的那些居民為主 你會看到有些團 即是東營遊 以前這些是去日本的 我參加過這個團 日本很貴的 你知道嗎 去新加坡那些都有 因為它是比較高階的一個旅行社 但現在我們都推出了一些深圳 純玩兩天團 然後就說是率先體驗去Costco超市 亦都是包兩個人一人一張的 全球通用的Costco卡 即是價錢包賣的 亦都是包賣來酒店 嘩 嘩 包足你三餐人氣景點都有 但問題是我覺得Costco都變了景點 然後深圳的人就覺得好像不太了解 即是現在三餐這麼多人好像去了迪士尼 亦都有內地人就說去香港以玩為主 在三餐買日用品就方便很多 但都不太理解為什麼那些人要來 新鮮的嘛 對 我也是覺得是新鮮的 你香港沒有嘛 對 我覺得Costco這個 或者比一年的觀望期 一年之後或者未必會有這麼多人 是的 記者呢 十二點下午就去到 雖然人流很多 見到有很多人推著購物車 但其實那些空間都夠的 都能走到的 行動自如的 但一個小時之後 就見到越來越多人了 你會見到有些小朋友在推車上睡著 玩遊戲啊 或者很多人去試吃 就是這樣 還有很多人買的那個盧騷 即是迪士尼的公仔 聞下去有種草莓味的公仔 很大的公仔 就是他們買去香港其實 我覺得很奇怪的就是 你在香港見到你未必會買 但不知為什麼你去大陸那些大超市 你一見到就覺得什麼都很棒 什麼都要掃 便宜吧 心態 是不是真的便宜這麼多 你的心態出了香港的境外 所以你就覺得是玩的 嗯 那你就捨得花錢 捨得花多一點 嗯 即是因為他們覺得 因為這些大型的超市 在香港很少見到有 是啊 還有如果在Costco的話 我覺得會比較有品質的保證 即是如果你又便宜 然後你跟我說這些牌子 是歐洲牌子來的 然後種類很多 性價比又高 見到比香港便宜那麼多 那些人就會買 即是好像大陸人去香港 你會覺得每樣東西都這麼貴 你買不到下手 但香港人回大陸不同 那些價錢是便宜很多 你要知道Costco 雖然說便宜一點 我只是說便宜一點 跟百佳那些比 但也不是便宜很多 澳洲的Costco 就不是說真的很便宜 但是主打一個方便 而且如果你是一個很大的家庭 你真的可以一次過買你所需要的東西 因為有時在澳洲有些人 真的住得比較偏遠 他未必會 即是經常去超市 他們會不會每個星期買完一粒的東西 就是給一個星期的食物 十二個Muffin 我怎樣噎啊 大哥 我看著你那天 我上次真的試過買十二粒 我以為自己很喜歡吃 吃到第四粒 我都看著飛飛 不如你幫幫我 我不行啊大哥 我們現在都不是住太過郊區的地方 但其實我們旁邊的外婆 她都會買幾個星期 甚至一個月的肉量放在冰箱裡 沒錯 所以這個是外國人的消費的一個習慣 即是這些大型超市在貨 他們的消費習慣 所以在香港或者深圳 我又覺得 我又未看到這麼長遠 即是她經營下去的一個必要性 因為香港人喜歡吃的東西是新鮮的 而且香港人喜歡方便 方便新鮮 這些都是市坑 即是市坑 馬上買鮮蝦 蒸魚 新鮮 多人就會出現什麼事呢 多人就會變成有人會吵架 那些人在小紅書 就老青香港人打尖 就說你怎樣 你香港人大了嗎 不用排隊嗎 那麼 有很多人去Costco 所以就變成有很多人在小紅書 就說一早去 排成兩個多鐘 排到全身都是汗 然後就見到有一批香港的人 獲得職員放行 就插隊進去Costco 他們就會覺得很勞氣 為什麼你們可以不用排隊 有網民就估計 可能是報了團 有更加多人就質疑 報了團又怎樣 你不用排隊就可以進去 包團就是 喂 為什麼你不用排隊 但我不是人 就是這樣 然後有人就反駁 報了團 還陪你排隊嗎 其他人給我錢 你免費 一樣嗎 但是他給錢 他也是給錢 申請那張卡 我不在乎 你問Costco Costco是給我入的嗎 我又不知道 你問Costco 你吵Costco 你不要吵我 是不是 你又怎樣知道 香港人 你看他現場有這麼多人 又說真的有很多人 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然後有些人就說 對 好像你這樣說 你問Costco 為什麼有這樣的安排 或者你也可以去報告團 這些叫風水輪流轉 好像你們以前流來香港搬奶粉 搬日用品 現在哪裏便宜便去哪裏 更何況香港升幾百萬人 但深圳不是容納不了嗎 喂 不用這麼說話 哇 零轉窗頭 哇 就是屎 哈哈 哈哈 然後有記者就去到 就說 超市早上大約十點半左右 就在那裏發訊息給會員 就說 停車位已經爆了 如果你入場的話 至少會等三個小時以上 哇 是不是瘋子 那你自己傻了 你繼續等 去來幹嘛差 沒錯 我就不會去 也有些人去那裏買名牌錶 或者名牌袋 我想想 為什麼呢 如果你在這裏買這些 都說是OK的 為什麼 為什麼你在香港 但是我又想問 那你如果買一些日用品 那些 你真的大量買 你怎樣拿回去 其實不辛苦嗎 你看有些人說 兩萬元一雙茅台 給別人掃光 然後又搶士多啤梨 用不用 109元的士多啤梨 其實不便宜 我都說便宜一點點而已 對 399元的老蘇 熊公仔 你看看這個399元哪裏便宜 如果我放在香港的一些 那些白貨公司 我覺得那些人未必會拿來買 沒錯 兩萬元一箱的茅台 所以那個 我覺得擺的格局 和一些人的心態 很容易令到你消費 還有這個愛馬士手袋 Her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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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Hermes 18萬 其實都不是便宜的 這個是一個很貴府的牌子 我覺得既然你都買了這些牌子 給你18萬 為什麼你不會專櫃買 沒有錯 為什麼要去這些地方買 我真的不太明白 如果是我的 我真的不會去 因為在澳洲 就算有Costco 我們都不是經常去 我們都說有時候屁股 我們要去一下 說你現在就屁股了 那就去一下 是啊 而且我一見到很多人 我現在在這裡住習慣了 好像回香港那幾個星期 我一見到這麼多人 其實我已經很猛爭 因為在這裡住習慣了 你會覺得很舒服 你去超市買東西 你不會覺得後面有人推著你走 這些叫厭惡的指標 你對人的厭惡指標 是啊 我不是說不讓你們去 其實都是你們的選擇 但你看到這麼多人就不要去 遲些才去 你去這麼多做什麼 其實你吃的那些東西 可能你一個星期去一次是OK的 但是這些超市 要不要誇張 要不要 香港人 回去香港消費 沙田那一田要收拾 你知道嗎 是嗎 是啊 這些就沒有人消費了 慘了 是啊 本地經濟 其實都不關你們的事 是關政府的事 哪裏叫政府的槍頭對 都是對著自己 不對外面 我不知道 政府好 政府好東西 加油 是啊 我們香港人是要改善的了 快點學好普通話 我們要融入大灣區 一小時生活圈 做這個數碼講 沒錯 我們要跟林鄭講的東西 一小時生活圈 一田這些 我出來不要 對 這些日本東西我們不要 嗯 我們民族精神 我們支持Sam's Club 哈哈 還有這個Carkozy 哈哈 好了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聊 好了 我們都要在Costco買東西了 Bye Bye